大家好 欢迎收看心法大全 我是国立屏東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系教授王博春 这个单元要来探讨的心法主题是3W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3W的心法呢 那这也是在这些年来教学研究过程中 体会出来的心得 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来看什么是3W呢 why to do what go to achieve how to do 所以why what go how 这个是三个层次的思维 那如果我们以白话文来说 why to do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what go要达到什么目标 how to do 如何做如何进行呢 那通常我们在执行一个专案 在指导学生过程当中 学生常常一开始就跳进去了 如何做如何进行的思考 那其实呢 我常常在提醒学生很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专案 你要达到什么目标 那再来规划怎么做怎么进行 好 那如果假设我们要执行一个专案 首先要做的事情呢 在专案要开始之前要先想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个专案 为什么要做这个专案 那执行完这个专案呢 要达到什么目标 what go 那第三步才来思考你要如何进行 那当然在自我检核的时候就是要来看你有没有达到目标 有没有达到原始的动机目的 好 那这个3w思维事实上是可以用在很多面向 好 那像在教学的时候 在一门课程当中 通常我在第一堂课 就会先请同学们写下来 为什么你要来修正门课 那修正门课 你要达到什么目标 那接下来才想说 了解老师是怎么教的 你要怎么学 好 所以why what go how 这个是三个层次的思维 那每做一个专案开始之前 都要先想一下why跟what go 那再来执行how 那也有同学常来问说 我学英文到底要怎么做 所以问的都是在讲how 如何做 如何学英文 但是我都会提醒学生 如果有人说 你要有个认知 你的动机是什么 你觉得英文很重要 所以要读 要学 那要什么目标呢 那定目标的时候最好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比如说你的多益想要达到500分 600分 那这个就是你的目标 那有了这个目标明确 那你再来思考how如何进行 所以不管学习什么样的东西 这都是一个专案的工作 那我记得有一次在闲聊的时候 有一位学生说他想学吉他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很帅 要达到什么目标 把妹 那当然这是去谈 但是呢我看到的优点是 动机坏很明确觉得很帅 what go也很明确想把妹 那当然他的动机目标明确 那当然他会很努力的规划自己怎么去学吉他 好 在进行这样工作或是执行一个专案 那比如在指导书专题跟论文研究 那常碰到有同学的现象就是 直接进到了如何做如何进行 那甚至有时候问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说学长教的老师交代的 那但是老师说什么目标 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已经都在做了 所以呢像现在在带领 学生做研究 每做一项工作都要求学生 要把why what go 写清楚 然后再来交代 你要如何进行 如何特在你的研究工作 那现在又是硕士论文的审查的时期 不管是硕论的审查 实务专题的口试审查 或是各种专案审查 那我也常常在使用这个3w思维的心法 那我把题目方起来 你画why 为什么要做这个主题 做这个主题要达到什么目标 好 那你是如何做的 那最后就是看你做完的结果 有符合到你的目标吗 有解决到你原先设定的动机吗 好 这就是3w心法的应用 好 所以3w思维 这是有why what go 这是有三个层次 有就是开始前的坏的思考 结束后的快 go 那我们再来规划如何做 好 所以这个3w思维是有顺序的 那我们可以应用在工程实务的应用 可以在职场工作的应用 也可以应用在生活事务上 甚至有更多的面向 好 以上希望这个3w心法主题 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大家的观看 以上个人看法 请多指教 感谢观看